我們現在這個階段我們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 在這邊 我們其實看到平面圖都有字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加 立體的字上去行不行 它應該不算立體啦 就是說你可以加上你自己指定的文字 比如說我這樣防止在這邊已經擋住了 那我不知道這是哪裡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的範例這邊 有沒有我會加一個字有沒有 或者像我們這邊 我們在應該是上面 往上 這裡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也沒有加上 立體的文字 就站起來的文字 它真的也會產生陰影喔 這裡 有沒有看到後面也有產生陰影 它雖然不是立體的字 但是它一樣會有陰影 那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看到 在上面有沒有增加文字 這個地方 對不對 增加文字 就是 你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它預設會告訴你 就是你只要點一下就可以加進來了 好 假設我要看到前面就是這一塊 點一下 好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字型啊 我們這邊字型應該不多 好 然後呢你要的文字 請問這棟大佬是叫 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 是嗎 我好像畫在前面的吧 應該是活動中心 好沒有關係 但是重點是 這裡要勾起來 預設的話呢 它只有在2D顯示出來而已 好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它還問你 你要平的還是直的 哈哈 好 我們一般都希望它站起來啦 因為這樣看得比較清楚嘛 好 所以我就把它按成垂直的 確定 好 小小的一個在那裡 把它放大放大 這樣有沒有大一點 有看到了齁 好 那我就把它轉正喔 點到它 旋轉一下 轉到我覺得比較適合的角度 一樣 如果你覺得轉的時候卡卡的 因為它那個snap 就是實體有打開 ALT 有沒有 ALT 按一下 好 這樣會擋到 沒關係 這裡一樣有一個懸空高度 有沒有浮起來 這樣了解吧 所以你從3D視圖裡面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看得到它的 那當然如果你放在地上的話 或者是放在建築的前面 它燈光照下去 還是會怎麼樣 產生陰影 還是會產生陰影 這樣會不會用的 這是第一個文字的部分 第二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下載了一些模型來用嗎 有沒有 我們說網路上已經幫你準備好的 那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你有沒有用過一個軟體 Google的 叫做Google地球 Google地球 我為什麼會知道 我們學校怎麼有人有放模型 就是我在用Google地球看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這邊有 東西浮出來 所以我就會找到它了 所以 KMD就是Google地球的那個 那個 地圖資訊 它裡面有建築的一個模型 那所以呢 我們在3D怎麼樣插入外面的模型 從這邊 它雖然把它命名做家具有沒有 因為原本來講 這個主要是做室內設計的軟體 所以一般把它稱作家具 你就插入家具 來 插入 好 然後呢 一樣 它支援的 我們講義上 各位的那個 因為副地幾頁有寫 我們Surohom3D呢 它其實有支援一些 我們比較常見的那種 所謂的 那個 免費模型 就是模型的共通格式 在那個地頁的最上面那裡 包括了 OBJ KMZ 3DS 3DS 3DMAX的 好 那DAE 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用那個Sketch Arc 去做轉檔 好 所以要做轉檔 那所以呢 我們找到它 你看我們找到這裡 這個 體育中心 你就把它丟進來吧 有沒有就看到體育中心了 有齁 其實它的檔案都很小 事實上他們這個的話 都是用照片去轉出來的 照片去模擬 弄出來的 所以我就繼續 繼續 那它的尺寸也是真的尺寸 所以如果你的圖沒有那麼大的話 你可以先縮小 縮小一下 那假設這個模型 你以後常常會用到 你可以把它增加到目錄 就是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放到這邊來 那你看 假設我這裡勾起來 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放到哪一個類別 這樣了解嗎 萬一你都不要 你想要我有一個什麼 中正大學自己的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自己的名稱 它就會自動把你建一個類別出來 好你看我就把它按下去 這裡有比較特殊的 如果你是門啊 它會穿孔的 好 這裡不用 完成 有沒有很大一個 很大一個 那你看一下 有沒有多一個中正 有 但是太大隻了 所以呢 點兩下 維持等比例 500就好了 有沒有小隻一點 那你就看這個模型 它是怎麼樣 是應該放在哪裡的 你就把它移過去就好 這樣會不會用 這樣會吧 所以呢 你可以來這裡看一下 這裡 我們到哪裡呢 到這邊 你看我們那個模型 模型 有一個 3D模型支援有沒有 打開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 這不是這個 免費的3D模型網站 你看 那個呢 叫做3DHouse 我看一下在哪裡 3DHouse 我沒有放在裡面嗎 好 那我就直接用這樣找囉 Houseware 這個 有沒有 點進去 用這裡的模型 有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消濃性是最高的 它不見得是只有我們中正的 那你可以看看 各位應該不需要用翻譯嘛 應該沒有那麼興趣 我相信各位可以的 打中文有沒有 有沒有 T-A-I-V-A-N 哈哈哈 台灣 可以找到很多 有沒有 很多的 然後呢 如果你要打中正 也可以呢 有沒有找到那三棟 所以中文也有啦 只是說 因為有的模型 它不見得是中文的 好 不見得是中文的 所以 這個應該都是 應該是 這兩個是同一個人的 好 同一個研究生 我上次好像看過 是一個研究生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或者你要找 台北 有沒有 台北101啊 有沒有發現 裡面有蠻多模型的 對不對 你這樣是不是就灑很多時間 好 灑很多時間 那麼其實你可以順便看一下 我們剛剛 給各位看的這個 模型列表裡面其實很多 像這個 像這個 有些人就喜歡小小兵 有沒有 最近也很紅嘛 對啊 但是呢 你要稍微留一下 你要找的是盡量找什麼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過 有資源的格式 有哪些 好 你盡量找就是像這種 OBJ的 有沒有發現 這個OBJ的 那FBS好像是那個 好像是馬爾雅的樣子 你看像這個 這個就沒有 有沒有 不過呢 blend blend這個格式 其實它是一個免費的 open source的3D軟體 有中文 有中文 也可以免安裝 所以也不錯 你可以進到這個軟體面 再把它轉出成標準的格式 都可以 所以我們盡量是找這種OBJ的 好 那C4D是另外的 好 所以呢 假設你要這個你就點進去 然後呢 這個網站有個好處 它有幫你做很多的分門別類 有沒有 而且它是不需要註冊 就可以下載 有的網站是需要註冊的 好 需要註冊的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 我看一下 不要被它騙了 這叫廣告嘛 它寫得很清楚喔 好嗎 雖然它比較大字喔 好 download是在這裡 好 按一下 OK 給它20秒 它就會跳那個下載的畫面 這樣了解 好 那所以當然呢 你可以試看看 好不好 你可以找找 像什麼鋼鐵人啊 還有一堆有的沒的 上面都有 當然不凡保證 所有模型都可以揮進來 因為有的模型 它本身怎麼樣 在製作 製作上它的相容性 它可能 知不知道沒辦法叫進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會再透過一些 轉換的部分 軟體的轉換把它叫進來 等於說 你就不需要那麼辛苦做模型 我可以 找到很多這類的素材 好 那剛剛是用這一個對不對 另外呢 還有一個那個 叫做 叫做 我記得還蠻多的 有有有 我們剛剛那個3D Warehouse在這裡有 有沒有 所以台北101的 你也可以從這邊 其他的 這個地方呢 是Swift Home 3D 它本身就有提供給你 就是 官方上面就有建議說 你也可以 來這邊去下載 OK 那就給各位嘗試一下 怎麼樣把 外面的模型揮進來 在哪裡 在家具裡面的插入家具 OK 來還給你試試看看喔